鏡頭轉回到國內 來看到很多民眾 每年開城都會到寺廟點燈 祈福祈求新的一年能夠平安 順利 其中臺北市龍山 在正月八號才開放民眾現場 來報名 但是今天已經看到不少塑膠 雨在棋樓站位排隊 甚至已經超過了八百號 塑膠液顏色更異 堆在棋樓下一旁還有行李箱 還以為這些是廢棄物嗎 仔細看椅子上有名字 還有編號 原來這是民眾 在排龍山寺點光明燈 每年龍山寺開放點燈和安泰歲 都吸引不少民眾 來看看我身旁的這一排椅子 全部都是民眾已經開始排隊的 有的上面壓上東西 也有的還寫上名字 但最誇張的是龍山寺 一月八號早上六點 才開放零號碼排 每天限量八百號 現在才一月四號 根本還沒開放領取 民眾早已自己排好順序 現在早就超過八百號了 真的有夠誇張除了物品站位 還有各種亂象和帶牌大軍 畢竟龍山寺光明燈超夯 來點燈的都是固定信徒 每年都會準時報到 開春點燈保平安 龍山寺除了一月八號開放點燈 拿號碼排 共有五種燈可以點 不想人幾人 現在也開放線上點燈 疏散排隊人潮 台中大甲鎮藍宮則在元宵節 點光明燈同樣開放線上點燈 高雄山奉公也有許多信眾 每年都會排隊點燈 共有六種燈可以點 每年點燈成習慣 許多民眾一點就是十幾年 就是希望新的一年也能夠平安順利 記者葉宣節葉志雄 台北報導 記者葉志雄 台北山 記者葉志雄 台北山 記者葉志雄